刚才我们谈到了未来有艺文的体验券 一般的成人好像还有票价的补贴 请教一下主委 这个票价补贴是如何补贴法 这个票价补贴 我还是要讲一下它的由来 本来有艺文界的这些资深的前辈建议 我们在列举扣除额的时候 每个人可以有一万两千块 如果艺文消费可以抵税 可是财政部基于国家整体财政的考虑 因为如果艺文可以这样做 其实后面有很多的活动 包括体育甚至总共有30项 都有提出这样子的要求 你也可以想象说这个对于国家财政 它整体的冲击会有很大 你也不能说只有一文重要 其他的通通都不重要 我觉得也无法做出这样子的论述 所以后来大家在集思广义之下 就觉得说或许用差价补贴的方式 比较简单 我先解释一下差价补贴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说本来某一个表演 它的票价是300块 如果说我们在原先一开始就把政策先讲清楚 这个我们可以补助100块 我们就希望说你这个票价就直接先降下来 变成200块来卖给消费者 然后你到最后卖出多少张 然后我们就补贴你每一张100块 等于说这个回馈其实是回馈到消费者身上 这个背后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本来我要300块买的 我最后有200块就可以买到 以前文件会或者是国议会所做的各种补助 补助的是这个供给端 就是都去补助在表演者这边 不是补助在消费者身上 那这一次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做法 不管是体验券还是做这个差价补贴 其实我们希望那个效果其实是补在消费者的身上 那很好 把门槛降低 而且消费者自己都还是有选择 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进入 一文消费的市场的门槛把它降低一点 让大家更容易进入这个市场来看表演 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是说你刚才说如果可能一张是300块 对不对 然后政府补100块 所以他票面可能就是200 那一般的民众我们只要花200就买到了 可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说那可能他本来就是200 你如果还是写300 可是我只付200 我会觉得说政府补贴我100 可是这个还是有市场机制 比如说像举例来像电影票价 它本来是多少 这个大家其实心里面有顶的 但是一文活动就很难了 就各自定价 那因为这个牵涉到 我就说所谓市场机制 如果今天一文团体没有把票价相对降下来 他没有办法多卖的时候 那他就少拿 他少卖500张 他就少拿500张的补助 他自己要去精算这一段过程 他到底要把票价 他只要能够 我觉得我的观察 一文团体的表演 基本上都希望 其实出发点都不是以赚钱为最大目的 没有错 都希望有观众越多 更多的观众来欣赏 我觉得一文表演 本来都是从这个出发点 所以我觉得他自然 那个市场上面会把那个合理的 就反映出 他已经这个成本在里面的 那个票价会把它订出来 看看我们下期待